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上了岁数后,不怕头发白,皮肤松弛 最怕腿脚不灵便 双腿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藏着长寿的秘密 骨头正,肌肉柔润有力量 气血就畅通,抵抗力就更强 寿命自然也就更长 我们无法阻挡衰老的到来 但是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 养护双腿,增加下肢肌肉的力量 改善骨关节的灵活性 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今天就教给您一套撞骨柔经操 每天练习一遍,双腿不老 撞骨柔经操一共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站立直抬腿 首先双手插腰 然后把自己的左腿向前伸 之后上下勾脚尖,连续十个 以上一下为一次,连续勾十次 之后再换右腿,重复做 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膝关节去身不力 抬腿没有力气,腰气酸软这些问题 强壮骨骼 当然了,我们在抬腿的时候 您能抬得高,就抬得高一点 抬不高,咱们就低一点 关键是要做对,我们勾脚尖的动作 好,左右脚各十个 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提总拉伸 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 双腿微蹲,然后向上提脚后跟 提脚后跟的同时,双手向上伸 之后放下,手臂向后,甩出去 那双腿呢,回到我们下蹲的这个姿势 脚后跟要轻轻的顿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锻炼下肢的肌肉 改善我们膝关节酸软乏力的问题 第三个动作叫做胸前抱膝 首先,左脚向前迈一步 这时候呢,右脚的脚后跟抬起来了 然后,把我们的双手抱住右腿 用力的往胸前去抱 尽量的停留三到五秒钟 然后放下右腿 好,回正 之后,右脚向前迈出一步 左脚,左脚,脚后跟抬起 双手抱住你的左腿 用力的往胸前抱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用力的去保持重心的稳定 好,收回 回正 接下来再换左脚 重复十次 支撑的这一条腿呀 要用力的伸直 如果觉得这样做 第一次做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用一只手去扶着墙壁 或者是扶着椅子 一只手去抱腿 安全第一 我们再来整体的看一遍正面的动作 首先第一个动作 双手掐腰 抬腿勾脚尖 十次 换右脚 十次 第二个动作 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 膝盖弯曲 下蹲 提起的时候 手臂向上抬 轻轻地顿脚后跟 连续十个 第三个动作 左腿向前 迈一步 右脚脚后跟提起 然后双手抱住自己的右腿 抱到胸前 停留三到五秒钟 放下 回正 再迈右腿 提起左脚的脚后跟 抱起 放下 回正 连续做十个 那以上的三个动作就是我们 撞骨揉筋操整体的动作 我们可以在每天锻炼的时候 加上这一套动作 锻炼下肢 让双腿更强壮 健康自然更长寿 好了 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